四楼的委托 而是有一天的考虑期 若是有人诚心想要的 自然等的 若是找麻烦的 我们也有时间应对 是 我会小心斟酌 走进窗子 支起窗子 垂下视线 看着黑漆漆的地面 那天 其又就是从这里出发 从这里走出他的视线 小姐 闭了闭眼 收敛其眼中多余的情绪 话如初回过头 看向两人 这段时间 你们分出一半的心思 注意二皇子的动向 太子不在 他必有小动作 皇帝的身体 不那么稳妥 要是有个万一 太子不要说继位 回不回得来 都是问题 再怎么不愿意 我们现在和太子 是一条船上的 这条船 不能沉 两人心下一领 是 还有陶家 话如初揉了揉眉心 这一阵想事情想得多 头 隐隐有些疼 他以前呢 找过我几回茶 按理来说 应该是很不喜欢我的 可老太爷的兽段上 约着他 他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转变 后来还让他身边的 德佑嬷嬷 亲自来送过一次情帖 虽然 我以身体不适为由 推却了 他居然也没有脑 还让人送了 珍贵的药材过来 这态度转变的 着实有些奇怪 马白 你小心些 查一查 我总觉得 这其中 应该是有什么事 以前 懒得想这些事 现在 却不得不防着 如果 陶家 是想通过他 被太子妃动手 他绝不能做 这把被借了力的刀 不说 现在和太子妃 私交还不错 就是从立场上来说 他也万不能害了他 是 马白 沉声应下 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就在孤雁出征前 秋锦和我说 陶祖妃 有天亲自去了绣坊 还订了许多衣服 我当时觉得 绣坊厂开门做买卖 他即登门 我们便做他的生意就是 如今看来 是不是有不妥 话如初想了想 摇头 我更觉得 陶家是在向我表达他的善意了 可是为什么呢 我有什么 是他需要的吗 三人命命相去 没有答案 查 是 如此一来 要用的人手就多起来了 话如初 将齐佑交到他手里的人手 分了一半给马白 随之意起的 还有齐佑的私印 不是齐佑亲自调派人手的情况下 他们认印不认人 话如初却给了马白 可见他对他的信任 马白自然也知道私印的重要性 没有拒绝 郑仲接下来后 贴身放起来 他早就将自己所有的感情 忠诚都奉献给了小姐 不管小姐给他什么 需要他做什么 他为命是从 四月中旬 厚重的冬衣终于可以退下 虽然离着春中的时候还早了些 却终于不用穿得那么臃肿了 在话如初的再一次念叨后 话如意终于到了 随着八艘大船的靠岸 随同前来 携带武器的人数多的 让太原城门将士提高了戒备 严家宝太原堂口的堂主 古义还健壮 连忙凑了上去 一大包银子塞过去 又说了这些船的来路后 才让他们稍微放下了戒心 不过还是赶紧将消息报了上去 太原是皇城 一旦有个什么事 他们做小兵的担待不起 话如意 暗地里朝古义海打了个手势 带着几个人直奔祈福 亲家来人了 老太太赶紧放下账本 来的是谁 是大少夫人的兄长 连忙起身往迎送运走 老太太边问 一个人来的还是 不止 还有上次和亲家兄长 一起来的那个小公子 另外还有一人 看着年纪也不大 两家隔得远 话是有哪些亲戚 老太太也不知道 不过即使亲家旧业带来的 自然不会是不相干的人 想来他也不会害自家妹子才是 对了 话是今日可在 双指心里一个个等 他怎么忘了这茬了 啊 糟了 奴婢忘了大少夫人 白天都在太子府 这就中人去请 动作快点 别让亲家旧爷久等 哦 是 话如意 瞪了不慎安分的夏乙剑一眼 清贺道 别露了价 给如初惹麻烦 夏乙剑翻了个白眼 一哥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 什么时候不是三妹给我这麻烦 我算计他十次 要被他反算计十一次 从小到大 就是在他手里吃亏长大的 你这也太帮亲不帮理了 不帮他 还帮你不扯 话如意说完 又觉得有些好笑 那两人从小就不对头 见面就逗 天生 别人欺负了两人的哪一个 又都是两人一起报复回去 这么一看 两人的关系又好得很 可是要说两人感情好 两人又都死不成人 两边的家人 一直以为两家能结亲 也都挺乐见其成 却没想到 招来一道圣旨 那般轻易就定下了如初的婚事 他不知道 如初当时心里有没有觉得遗憾 下一件却是有些黯然的 或者他自己也觉得 两人最后能在一起吧 而他给如初的添香之后 已让两家心生感叹 有些人注定了有缘 却无分 外面脚步声响起 华如意看了两人一眼 纷纷站了起来 老太太一进来 就看到气宇宣昂的三个年轻人 长得都俊了 特别是精神 远不是太原这些 世家公子哥能比的 心里暗赞了一句 老太太笑着解释道 老太爷受了伤 一直卧床养着 不方便见客 这会儿又正是当差时间 其他人都不在 只有老身在家 腿脚不利落 走得慢 让你们久等了 还请见谅 来 快请坐 华如意 礼让道 老夫人请 三宾主落座 老太太便道 如出这一阵呢 日日在太子府 陪伴太子妃 我已经着人去请了 怕是要让几位 稍等一会儿了 下一见 看了华如意一眼 仿佛再说 看吧 三妹在这里 过得滋润得很 还是去陪太子妃 那可是未来的 一国之母 你还担心什么 华如意不理她 客客气气地回着话 务必不给如出丢脸 本就是我们来的鲁莽 也没使人提前捎个信 三妹不知道也是应当 不过实在是家里 发生了些事 三妹向来对家人上心 我便想着 亲自来告知她一声 哦 应是好事吧 确实也不算是坏事 二妹妹前不久 在家里应了 三妹原本信息回家说 今年会借着她 家姐生产之时 回家省亲 后来却没了消息 爹娘也担心 不得已 我便亲自来问问 怎么回事 老太太心下 有了些微不自在 成亲一年回家省亲 不说是规矩 却也称得上是惯例 现在却 屁股挪了挪 轻笑两声 老太太道 今年可真不敢巧 幼儿前不久 随太子出征 恐怕醒亲的时间 得推迟一些了 话如意 瞬间变了脸色 其幼出征 上前线 身为一个世家公子 又不是将军士兵 前线打仗 关她什么事 这丫头 这么重大的事 心里怎么反而一句没提 妹子出征多久了 再有的几天 便一个月了 前线可有消息传来 说到这个 老太太脸上 笑容大了些 传回来的 都是好消息 去年诗的已成 前不久夺回来了 战宝上 太子着重提了幼儿 说他立了大功 话如意 脸色不那么好看 他不是不知事事的人 当年 爹从战场上回来 是个什么样 他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自己也见识过战场上的残酷 立功自然是好事 可对他来说 对如初来说 对整个画家来说 其佑 全须全伟的回来 更重要 可眼前的老太太 仿佛根本不知道 战场上的危险 只为其佑立功而高兴 到底是他无知 还是他觉得 他的孙子能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一或是根本就不在乎那些 他忍得住 可下一剑 却向来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 唯独对话如初 又喜又怕的 此时便问 妹夫可有受伤 这 老太太一将 占宝上 应该不会说这些吧 下一剑 差点忍不住 满口喷毒汁 其佑 是这家人捡来的吧 如初怎么嫁进了 这样的人家 华如意也没了答话的兴致 屋里一时间沉默得有些尴尬 琢磨着 如初这么一时半会儿 也回不来 华如意也不想就这么呆坐着 便道 我们是晚辈 既来了 便当去看看老太爷 不知方便否 方便 自是方便 请随老身来 祈福今日 一直在这里伺候老太爷 府里发生的事 自有人抱于他之 老太爷 听得他们正往他这边来 脸上倒也缓和了些 祈福在心里祈祷 希望老太爷 不要说出什么难听话来 不然 就真要交代不过去了 显然 祈福小看了老太爷 他就是心中算计再多 在外人面前 还是很会端姿态的 华如意并没有一味的放低姿态 问了问他的身体 便提出了要求 我们兄妹感情向来极好 三妹远嫁太远 这又是许久为鉴 我也不能居于其父宅地 便想着将三妹接去别院住上几天 还请老太爷应允 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只要老太爷现在不想和亲家翻脸 他就只能应允 更何况还有下以剑在 多少他还是要卖点面子的 于是也没有考虑多久便应允下来 目的达成 华如意心下松了口气 他有太多事要问如初 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自然更好 正好此时有人来报 大少夫人回来了 华如意也没去深想 为什么如初回来了 不是自己过来这边 顺便给老人请个安 而是使人来传 文言便起身告辞 倒是下以剑 眯了眯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话如初 几乎是一日日数着日子 知道哥哥应该是这几日到 可在接到消息的那刻 还是高兴得心都有些慌了 离开太子府时 差点连告辞都忘记了 不想去见老太爷 他却就站在院外候着 也顾不得去想 要是老太爷知道了 会有多生气 平日里不觉得在婆家 受了多大委屈 可在见到哥哥后 心里的酸楚 让他眼睛都红了 难受的 憋得心都疼了 却怎么都哭不出来 话如意 见向来鲜活的妹妹 如此神情 心疼得不行 不管现在是在哪里 有哪些人在看着 快步走过去 将人揽进怀里 轻拍着他的背 安抚 没事 有大哥在 什么事都不会有 大哥马上就带人去前线 话如初 紧紧搂着哥哥的腰 胡乱摇着头 也不知 是在拒绝哥哥上前线 还是说自己没事 下一见别开眼 再看着祈福 都觉得不顺眼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破地方 将如初束缚起来 还让他受委屈 真恨不得毁了才好 话如意低头 温声道 我和老太爷说了 你陪我去别院桌上几天 他答应了 我们现在就走 啊 话如初 忙不迭地点头 无意识中 流露出来对兄长的依赖 让话如意 心软得一塌糊涂 如初向来独立 就连软声说话的时候都少有 更不用说 露出脆弱的神情 这几个月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云书是以其他人 先跟去别院 他要回去 替小姐收拾一些东西过去 虽然别院什么都有 可小姐用惯的 却都在这里 主院外面发生的一切 老太爷很快就知道了 却出乎其福的预料 没有发怒 话如意的那句话 太让他意外了 那只是他的妹夫 还隔着千里之遥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一年能见上两面 都还是他自己过来 就是兄妹之间 再深的感情 也经不起时间的侵蚀 可他却轻易便将那样的话 说出了口 到底是他太蠢 还是画家人 真那般重感情 到达别院时 话如初也冷静下来了 在下一件 这个宿敌面前 露出那副模样 他都有些抬不起头来了 下一件 却罕见的没有取消他 这让他有些意外 时间 真奇妙 居然让一个导弹鬼 渐渐的像个男人了 你怎么来了 当时是谁说 要给我送亲 结果人都不见了 提起这事 下一件 确实有些没脸 他又不能告诉如初 在他澄清前一晚 他心里难受 喝多了酒 结果睡过了头 睡的地方 还是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可不就错过了这事 不过 太原 他也不是那么想来就是 这次 要不是想着 他可能需要帮助 也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他才不会来 可是 这话能说吗 当然不能 下一件 耸了耸肩 跟着一哥来玩啊 黄成我还没来过 话如意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什么叫死鸭子嘴硬 这就是 两个人打闹到大 话如初 哪还不了解他 斜他一眼 就把他撇到一边 看向另一个 黄掌柜 别来无恙啊 黄清元 摸着光溜溜的下巴 看他 我还以为 你会装出一副 初次结面的样子 但他包天 那奇少夫人 彼此彼此 我当时 不也看走眼了 黄清元的底子 马白已经查清楚了 他的背景 倒不复杂 就是 实在是让人没想到 简单点说 就是一个大家小姐 和一个少年成名的 侠客 私奔的故事 结局 也是美好的 小姐虽然出身大家 却意外的有个好脾气 温柔如水 侠客嘛 恰恰好 也是个专情又长情的 于是 一家三口 幸福又快乐的生活着 美好的 如同童话故事 只是 查到的信息里 并没有说 黄清元会不会武 以话如初的直觉 这人 应该是会的 只有底气足的人 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才能那般镇定 黄清元 双手一摊 撤平 马白适时的插入进来 小姐 几位公子远道而来 在船上 怕事也没吃好 厨房准备了一桌席面 我还挖了一坛酒出来 你看 是不是一架过去 边吃边说 还是你想得周到 哥 乙剑 黄掌柜 请吧 一生乙剑 让夏乙剑心里 万般复杂 这人待他 哪怕是成亲后 也没有什么变化 由此可见 他对他是 没有男女之情的吧 所以 这人永远不会知道 那道圣旨下来后 他有多后悔 没有心下手为强 将这人定下来 哪怕当时 他还不懂情爱 心里却知 他在自己心里的独一无二 本章播讲完毕 我还不懂情爱 我还不懂情爱